原归台风逐渐逼近 台东市海滨公园出现明显长浪 许多游客也到海滨观浪 海巡人员也立即派人住手 柔心劝导游客不要太靠近暗季 受原归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蓝宇今天也出现14级强阵风 未维护相亲安全 台东县政府也宣布离岛今天停班停课 富岗渔港渔民也提前进港做防台 由于原归台风有逐渐增强趋势 预计11号深夜最靠近台湾 北部东半部地区需原防逃大雨 也呼吁地外地区住户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原知新闻文章 跟大家台湾台东市台湾报道